《循环经济》 大家好 今天和各位介绍循环经济 其实循环经济的本质 就是把产品当作资源 来如何的有效使用 当然这产品包括 使用中的产品 以及消费以后 我们排放出去的废弃物 所以这个绝对是跟你我的生活 以及如何维持我们后代子孙 永续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好 在邢天宫的经典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以简约心 至角色心 它的本意 就是要我们 朴实 珍惜资源 不要浪费 这完全和我们循环经济 如何有效的使用资源 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整个循环经济 在国际间 是更早在 大概民国104年 或者是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欧盟大力在推动 它制定出各种物质的 循环回收的比率 同时也制定垃圾的 削减的比率 它还更定义为 在2030年的时候 要把垃圾掩埋场 把它关闭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目标 近来在2020年的时候 欧盟又推出了循环经济2.0 把循环经济更扩大到 各个不同的物质 当初主要是讲我们的垃圾 还有塑胶 后面把我们衣服 如何的回收再使用 以及我们的建材 如何使用废弃物来做成建材等等 扩大到每个项目 每一个产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目标 这是大家一起来努力 各国间共同来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整个循环经济里面 我们可以来讲 它主要就是在讲 用设计 产制 以及商业的行为 把我们的资源 如何的能够变成零废弃 也就是说 我们所投入的资源 通通变成产品 产品废弃以后 把这些废弃物 通通再做成原有的资源 再生成变成产品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一直的循环在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所讲循环经济的基本的精神 好 我们来回归一下 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是怎么样的 最早 我们从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所讲的叫做线性经济 原物料做成产品 产品使用 使用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废弃掉了 这叫做线性经济 因为当初一直觉得资源是使用不尽的 取之旗来使用不尽的 所以尽量的再开采资源 使用它 消耗它 所以这个就产生后续很多 现在我们所讲的资源不够的问题 第一个是线性经济 第二个是经济回圈 只把可以用的资源拿去用 一些不能用的资源就把它丢弃掉了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资源是被抛弃掉了 所以又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就所谓的循环经济 把这衍生性的废弃物呢 持续的来使用 虽然可能不能用在原来的生产过程中间 但是它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做成二次料 用在别的产物上 譬如说我们讲宝特瓶 回收以后 我们所收到它的废弃物 就宝特瓶把它切碎 洗干净以后 剩下的这些碎的这些宝特瓶的料呢 做成二次料 但是二次料因为它是纯度不够 有杂质 它不能再去做宝特瓶 但这个料呢 还是可以做成其他的 譬如说纺织品 或者其他的桌子椅子等等 让它废弃物通通没有 可以用在本身上 或者用在其他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 资源的有效使用 所以我们终极的目标 就最终那个理想目标 在欧盟在各国之间 都把这个设定为 循环经济的最终模式 就是说制造出来的产品 它消费以后呢 这些废弃物呢 通通是可以再使用 或者可以回收的 或者是可以来做堆肥处理的 譬如说讲塑胶好的 现在所推动的 所谓的PLA 就是可分解塑胶 所以可分解塑胶 就是这个PLA 经过分解以后 它可以堆肥 变成堆肥来处理 食品也是一样 像这些食品废弃物 它可以回收 再制或者是提炼 剩下那个渣 它就必须要处理 这处理不是拿去掩埋 不是拿去乱丢 必须拿去做堆肥 变成养分 土壤的养分 回归土壤 土壤才可以滋生万物 其实目前我们所面临 最大宗的产品 大概就是四类 一个就是塑胶 我们名声用的太多了 第二个 生殖物质 我们的厨余 或者食品废弃物 或者猪粪尿 这个量是非常多 这个也是资源 第三个 无稽 无稽的力量 譬如我们建材 砖 瓦 水泥 或者我们的瀝青 跑除下来这些肺瀝青 这些都是资源 不是废弃物 第四类 就金属 还有一些化学品 这里面跟各位讲一下 就塑胶里面就包括 各种塑胶包材 瓶瓶罐罐 或者这些包的一些塑胶膜 这都是讲的包材 好 我们要怎么来回收呢 这里跟各位简要的说明一下 一定在家里面 家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 刚刚讲民生消耗包材 等等这些的 我们希望在家里面 就把它分类拿出来 不要丢在垃圾桶里面 分类好 塑胶袋 分类 然后瓶罐分类 各个不同材质 经过分类以后 它的价值才会提高 不然所有的塑胶混在一起 它的利用价值非常的低 所以这些经过分类的 这些材质呢 再经过再生处理厂 做成塑胶粒 然后塑胶粒 就可以到工厂里面去 产生出不同的产品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 塑胶回收 是这样子经过了 所以源头是最重要 大家一定要在家里面 把这塑胶 好好的分类出来 分不同的袋子里面去 交给清洁队 清洁队再会送到 不同的地方去做 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讲塑胶 再过来我们讲第二项 生殖物料 刚刚讲厨余 勤分 还有食品工厂出来的 食品废弃物 这些呢 都从各个地方 不同的来源产生出来的 从消费者 从食品工厂 从这些畜牧厂出来的 所以这些呢 废弃物呢 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 第三个跟各位介绍 无机物的资源化 前面讲过 比如炼钢厂 发电厂 焚化炉 所产生出来的底渣 或者产生出来飞灰 或者缠出来的浮渣 这些其实都是好的资源 譬如讲 我们炼钢厂 炼钢以后表面会浮上出来一些渣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氧化渣 这些量非常多 所以通通可以把它经过转换以后 变成道路工程的原料 集配料 或者是回填料 第四类就金属 各位非常熟悉 金属回收就可以提炼成原来金属 跟各位报告一下 各位知不知道 手机里面其实还有很多金属 里面有金 也有银 三万只手机 可以提炼出一公斤的金 各位就很惊讶吧 也大概可以提炼出一公斤的银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 这回收再利用的价值 就在这个地方 这废弃物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利用 所以刚刚讲金属也是一样 各种金属 你知道分类出来 铜铁铝 不同的金属 它再拿到熔炼炉里面去再做的话 这种回收出来的 废铜 废铁 废铝 再去提炼 再装作原料的话 它可以节省能源的90%以上 前面跟各位讲到 我们是怎么样来后续的使用 不管是生殖物 无机物 或者塑胶 但最主要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做 其实举手自劳 大家都可以做循环经济 这里面提出几个主要的方向 再三强调 好好做好 垃圾分类 我们做的越好的分类 我们资源循环的效率就会越高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采购的时候 尽量使用有环保标章 神水标章 或者绿建材 这种政府认证标章的产品 这里有几个 摘入几个政府所制定的标章 我讲几个就绿建材标章 我们使用这个绿建材标章 是标榜这个建材 这个砖水泥 或者是瓦 或者是建材 它是符合环保要求 是低污染的 无害的 是环境友善的建材 它也是符合我们所讲 循环经济的原则的 第二个绿建筑 我们希望能够住到 或者我们建这种所谓的绿建筑的 这种建筑 政府合法的绿建筑 当然这要去申请 并不是每一栋都可以得到 营建署的绿建筑的标章 它一定要符合几个指标的 总共有大概七个大指标 有节电 节水 还有保持基地的状态 大概有七个指标 再过来是要跟各位讲 这个环保标章 环保标是环保署所合发的标章 它标榜是友善环境的 低耗能的 节能减碳的 的这种产品 并不是说譬如卫生纸 并不是说所有卫生纸都有 它还互相评比 大概只有前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才有得到环保标章的 所以这审查是蛮严格的 再过来是省水标章 省水标章 它有两个等级 一个是普通级 一个是高级的 譬如我们讲一个例子来讲 一般洗衣机 它一公斤 我们洗衣机是讲 这洗衣机是几公斤的洗衣机 对不对 所以一公斤 平均来从前讲 就说传统的来讲 一公斤大概要消耗三十五公升的水 所以讲普通级的省水标章 直立式是可以减到二十公升 滚筒式可以减到十五公升 好 这个最高级的 直立式的可以减到十五公升 滚筒式的可以减到八公升 同样的再来节能标章 各位采用电器产品的时候 冷气机还有冰箱 看到很多 从一级到五级 一级是最省的 五级是普通级的 也是省的 但是是第五级的 一级到五级 以冰箱来讲 可以省百分之三十七的电 再过来 很重要就是改变消费行为 你我的消费行为都改变 从前常常用抽取式的卫生池 用一次 用一次清常的用 所以这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 我们怎么来改变它 尽量少用 尽量带手帕 用完以后洗就可以再用 还有吃 我们吃常常从前 常常点了很多 结果吃的很少 这就是一个食品资源的浪费 我们希望吃多少点多少 吃不完的打包回去 这也都是消费行为的改变 另外一个 例行节能减碳 你我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很多 随手关灯 随手插头拔掉 多做大众运输系统 少自己开车 同样吃的也尽量少吃 吃多少 就是用多少 同时呢 希望用在地的食材 这点蛮重要 就是我们讲洗食 其实推广大家用在地的食材 多吃蔬菜 少吃一些肉 因为肉 我们知道前序的饲养 它吃了很多的 吃了很多的这些植物 这些植物也是一个循环的原料 所以经过它我们在吃 这就是也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循环 好 以上我们就循环经济里面 这几个项目 以及我们大家要如何的一起来参与 如何来做 向大家做以上的一个说明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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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